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KingFone 然后最近也是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然后有朋友跟我讲 他想知道这个PTCG卡片这个评分卡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最近刚好也是我送去美国评分的一些BGS卡片 最近也是刚好回来了 所以说我就打算给大家做一个评分卡的一个介绍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评分卡的话 有一般的话我们会选择两家公司 第一家就叫PSA公司 第二家叫做BGS公司 这两家公司应该都是在美国的 然后PSA公司的话 我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PSA公司的话评出来的话它一般会是这样 会比BGS的壳子稍微薄一点点 然后PSA公司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的评分的话 它不会给你套一个卡套 就是把你的罗卡装进去 然后直接进行一个评定 然后BGS的话它会给你装一个卡套 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卡壳里面 所以说我觉得BGS的话一般对卡的保护会比较更加好一点 但是的话PSA就是大多数人都会去评PSA 然后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些卡片 我的PSA 这边有一张PSA9分的尼多王 然后PSA7分的梦幻 然后这是NEO系列的鲤鱼王和暴鲤龙散光的 然后还有一张我们的费洛美郎的PSA9的 给大家大致讲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我逻辑也没有去梳理 所以说我就想到什么就给大家讲什么了 价格的话一般的话我们的PSA会是在130左右一张 就是评定的费用 然后BGS的话会是180到200左右 所以说BGS还是会贵一点 因为它的材料也是比较贵 然后评定时间的话一般都会在两个月左右 然后如果你要加急的话 应该也会要你多付一点钱 它就会可以给你更快的出分 然后我这一次的话送平了五张卡 是我之前做视频应该也开出来的一些卡 就是主要是喷火龙了 我们看到有一个BGS9.5分的一个喷壶 BGS9分的一个中文的梦幻 都是我之前开卡开出来的 然后BGS8分的一个初代的一个喷火龙 然后BGS8.5分的一个图鉴3.0 还有一个BGS9.5分的喷火龙和莱希拉姆 至于说我们的那个评定的一个标准 可以看到PSA这个上面的分数都是整数的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从1分到10分的一个标准 然后10分的话就是最好 然后看它的品相会从1到10 然后上面它会注明这张卡片它是来自于哪一个世代 哪一种语言 然后它这张卡是什么 是不是Holo等等的 然后会讲的比较清楚 然后背面的话会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是这样的 然后BGS公司这个卡壳就会 手感会比PSA好很多 然后厚度也会好很多 然后它的这个评分分几种 8.5分到9分是赢标的 然后9.5分到10分会是金标的 然后如果是4个分数都是10分的话 会有一个黑标 然后8.5分以下的话应该就是普通的标了 我具体我没有拿到过8.5分以下 好像是这样的这个塑料标 然后的话它会有4个评分标准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Centering 一个是Corners 一个是Edges 一个是Surface 然后Centering就是这张卡 它到底正不正 就是有些卡它在机器出场的时候会裁歪 左边会多一点 或者右边会多一点 甚至的话它会整张全部都歪掉 然后更正的话 这个分数就会越高 当然有些就是完全裁偏的卡 其实在市场上也会非常的贵 然后Corners就是我们的这个角 4个角 4个角上如果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痕迹的话 Corners的分数就会比较低 比如说我之前的开创那张初代的中文梦幻 它的Corners可以明显看到这边是有痕迹的 而且是比较明显 所以说它这张卡的Corners就只有8.5分 然后第三点是Ages Ages就是我们的这个卡边 卡边的话 等会 Corners 对 Ages是我们的卡边 这个卡边的话 如果有痕迹的话 它的分数也会比较低 然后Surface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卡面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不要觉得就是牛肉眼看的比较好 所以说这张卡片的分数就会比较高 因为这些评定机构 它们都是用光学显微镜进行一个测量的 所以说这个评判标准 其实用肉眼还是比较难以捉摸的 然后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两家机构的这个评分卡 我这次送去的话 送去这5张卡没有拿到10分的卡 就是比较可惜 然后这也应该也算是我第一次主动的去送品 其他的我那些评分卡其实都是买过来的 然后最后还要讲一点的就是 如果你去送品卡 特别要当心不要被骗 因为我也是最近听说 有一个专门帮别人评级的卡片的一个大佬 他收了别人的卡片 然后跑路了 收了大概几百万人民币的卡片 所以说也是很恐怖 因为送去评分的卡都是心爱的卡 有些卡真的价值是很贵的 所以说要找信任的人去 像我这次去送了5张卡片 我就觉得中间这张中文的这张梦幻有点怪怪的 因为每一张卡片可以看到 这个右下角都会有一个编号 比如说0011698 然后这边是也是0011698 然后这四张其实都是0011698的 然后结果我的这张梦幻它是0011617 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一批 感觉帮我送屏的那个人 他好像有点跟我的那个样子 给我换了一张不一样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当时也是相信了人家 所以说可能就是这样了 就拿到手里的话 九分其实也还可以了 那么就不去追究了 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期的视频的内容 大家如果要去对卡进行一个评分的话 可以选择PSA或者说BGS 然后要小心自己不要被骗 因为我们送去送屏的卡片都是很珍贵的卡片 希望不要上当受骗 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自己真爱的卡片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然后希望能够给我的视频来一个三连 然后喜欢我视频的话 也可以点赞关注转发 然后多多支持我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